有什麼東西要出來 哇塞 這個水波 這裡是大海耶 別鬧了 這麼大隻嗎 哇靠 哇靠 進擊的巨人 哇塞 他這個很高耶 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豆豆龍 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玩Degan Degan是那個洛夫克拉夫的一個互動式遊戲 同名作曲 然後他是希望我們在這個遊戲裡面 可以穿插他給我們的線索 然後來跟他做一個互動式這樣子 然後他這邊有很多互動元素 也會有知識 也會有他這個背景的歷史跟故事 然後甚至也有古代神意 然後在我們玩的過程中 我們去一一的發覺 並且去了解這一位 見過以前古代神 這一位人 他的故事 這邊是在講他一開始的 他的故事的開頭 他現在這個就是遇到神了之後 他的精神狀態這樣 然後這邊是在講他 那時候遇到這個古代的巨人神 的原因 德國海狼的獵物 炮幾聲 他們在跟德國艦隊打戰 他們被當作戰俘人的對待 他被服務了第五天就跑走 他被服務了第五天就跑走 這也是 又綁起來了嗎 這樣還有讓他用逃車的小船 離開 太扯了吧 這樣上面還有食物被他摸出去 這邊他留下一個很有趣的一個隱喻 大家都說這個人可能是在海上漂流太久 然後才有幻覺 但是他這個人他覺得他很篤定 他說他就是因為看到神他才導致他有點就是 無法就是跟他現有的姿勢有所衝突 他的畫質做得蠻好的很細緻 還可以拉近拉遠的觀看 他說他被曬久了 然後食物也快被吃光 開始越來越感覺到絕光了 而且都沒看到陸地 他說他有一天他醒來之後就變成這樣 哇這個章魚 這是張圓圓圓圓 他說他有一天漂流之後 那個海周邊全部都不見 船也翻了 然後看到這些巨大的海洋生物 就像是浮染在這個黑色沼澤這種 他都在看到這種奇怪的場景的時候 這很多人應該正常是會驚訝 但是他覺得是深深的恐懼這樣 哇 而且還有一面伏筆而來的那個死魚臭 為什麼那個魚屎還可以在那邊動 喔 歐馬阿 和有任何在意 除了一座黄色的绿色 但这种细腻的绿色和地图 承识我和我怨恨的恐怖 天气流下一个天气 几乎我霜露到几乎坠 似乎是在我脖子上映彩的天气 哇,这坐子还蛮冷静的 珍珠脚 他說他本來是在那個沼澤當中 但是他覺得說這樣一直被曬 可能會把自己曬到脫水 所以他跑到那個船那邊去避 然後他就看到旁邊遠處的那個火山 開始慢慢的溶起 他說這邊安靜的讓人家恐懼 連一隻海腦都沒看到 其實主角還蠻冷靜的 要是我的話我就可能會想要到處亂探索 結果他還等太陽把這邊的那個沼澤給曬乾之後 他才開始洗澡 哇 主角還真的很近 他還挑晚上在出發 他在找說為什麼海洋會消失 可是沼澤的話要怎麼去獲救的機會 他現在收拾的那個蘇溫水出發 其實他講的這一段應該是以前的那種海底火山爆發 形成陸地吧 哇 這一個場景是怎樣啊 那種很像外星生物啊 喔 主角說他想要去 看他那個海底火山一直慢慢噴出來的那個山丘 他以這個為目標去搜尋 你看看可不可以看更 哇 可是他這周遭的這個 魚 這個是魚嗎 這超噁心的 這怎麼那麼看得像蚯蚓 這山很漂亮 所以這樣說起來主角其實是蠻幸運的 他剛好不是在那個火山噴發的那個地方 而是還離有一段距離 海水被蒸發的地方 他才可以這樣做一步一下 可是他一直以為這個是作夢 往上看一看 我是這隻的 海水被蒸發的地方 我可以想起來 我上海在一個充滿 雨中的冷酷 他才是真的 往上看 那種蒸發的地方 我已經過往過流了 我已經過散了 過往再有太大的 像是爬這洋山的震撼 我的旅程會有少量的力量 那要開始爬這洋山了 說真的像這種地方晚上的話 也不知道要燒什麼東西來取 他爬到山坪看到什麼 他說他這個恐懼在奇妙在奇妙 哇塞 他這個火塞很猛耶 把那個海溝裡面的水區物生發掉 那這洋山根本就沒辦法破舊 而且他要走向海溝 哇這主角也是蠻大的 他說不怕他不然去摔斷腿 他要怎麼辦 哇這個海溝裡面竟然有這個 一個石板 一個石板 這看起來就不像是天然的山 哇主角還往前靠近 這看起來就是石碑阿 他說他只能覺得他是一塊石頭安慰自己的 對阿他的形狀跟擺放的位置根本就不是自然的場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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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誰放在 這是誰造的 而且放在這個海溝裡面 巨石碑 這個石碑 哇他上面是非常有字阿 應該不會是某個人的祭拜 或是某個生物祭拜的東西 這是什麼 這邊還有一點點水 上面有迷紋跟雕塑 這上面是什麼 所有的生物 這是海洋生物吧 不知道阿 看起來有海龜 海蟲 那個是什麼 螃蟹 欸 對啊 他上面是正常的生物 就下面反而就是已經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死掉然後好像沒看過的那種海洋生物 這個就是古代神印 他的故事 他意思是說越深的海洋其實還有我們所不知道的生物 蛤 在更深的點 這邊有好像海底人的東西 喔 就是這個水蒸發這段揉落出來的地方 其實是有人居住的 喔他們有海底人這樣 在更深一點那是什麼東西 他們的領袖還是什麼 他們的領袖還是什麼 哇他們臉長得真的很像外星 真的 主角很會形容 他們長得超噁心的 喔 哇 真的假的 他們的食物是鯨魚欸 哇塞 就很大隻 他現在這個段就是在描述說 這個海底人的大小 什麼 那個東西跟鯨魚一樣大 真的假的 這真的有看過他們嗎 還是只是他們的幻想 哇 精彩的來了喔 哪時候有海底人要來祭拜他 哇 哇 這個水 再繼續 哇 哇靠 進擊的巨人 哇很大隻欸 天啊 要是我是主角我一定是嚇尿 這也太大了吧 跟鯨魚一樣大 這個人嚇暈了 只想說他是不是下風 主角還可以跑回去 這段他就是在講說主角看到那個海底人之後他 急速跑回他遇難的地方 其實依照他們的體型的話他應該不會想要吃主角嗎 主角的肉又很多 讓他理事 哇他被救回來 救金山 喔美國的人救了他 太平洋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是百木塔三角洲嗎 百木塔三角洲嗎 他們說這個神的名字叫做魚神 叫做大滾 大滾 好是斐利斯丁人的祖神喔 魚神對不對 他們供奉祖長戰爭的神靈 這邊是說主角他回來還去問了生物學家這樣 結果他發現這個生物學家 完全不懂得懂他的觀點 什麼 對 大家都覺得他瘋了,然後在笑話他 不然大家都會覺得他只是曬暈頭的幻想 噢,是不是剛剛那個深海捏的生物 他這樣一看這個大小真的比船大 他意思是說人如果失去,他說人類啦,如果失去陸地的寶物的話 可能就會被這些海洋生物給侵擠 哇賽,不小 有東西要衝進來嗎? 天啊,那個手 哪裏?喔,那個束手 他吃把杯 我知道有幻覺了 過通 好,我們今天Dragon他這個遊戲就玩到這裡 他是在講說這個菲利斯丁他們的餘神的故事 阿至於信不信,就看你囉 我們今天Dragon就玩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的話,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喔 如果你喜歡兜兜龍的影片的話,歡迎你按讚訂閱加分享 謝謝你今天的觀看,大家掰掰 掰掰